媽 勇士和騎士到底誰會得冠軍 同學都不跟我玩 我討厭上學 公司料我去別的單位工作 可以拒絕嗎 下載MP3音樂自己聽會不會違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運動 您關心的話題都在11.543 歡迎收聽11.543 我是主持人謝彥榮 今天進行運動543 美國職棒世界大賽 大聯盟兩支老牌球隊 紅襪跟稻奇相隔102年 在世界大賽重逢了 而任瑞吉的波士頓主場 芬威球場話題性十足 所以今天現場來了貴客 是法斯體育台球品也是 世界棒壘球總會亞洲特派員 中華職棒聯盟國際事務部的副主任 王芸慶 波斯特 鄧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聽說王媽媽是我們中廣新聞的忠實聽友 王媽媽好 哈囉哈囉 好 我們要來聊世界大賽還有粉圍球場 這是你的主場嗎 對 其實我要先恭喜你 這個雙喜臨門的 一個是紅襪隊非常厲害二連勝 另外一個就是家裡有小寶寶 是的 人家說携帽人生怕 早上你就早點生嘛 對不對 好 現在氣勢如紅 先來介紹王芸慶 聽我叫他是 Boston就知道說 跟波士頓紅襪隊 應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對 我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去那邊念書 然後在那邊也工作過 所以前後大概 待了快要10年左右的時間 那除了宿舍之外 我第一個住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分威球場的旁邊 所以在當時看比賽 有很特別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的客廳 剛好是朝向球場 晚上有比賽的時候 球場的水銀燈光 會灑進客廳裡面來 然後那個時候自己發明了一個 很好的練英文的辦法 就是聽廣播 因為其實運動轉播的 廣播的這個講話 其實是很快的 當然籃球是更快 那棒球稍微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就可以一邊聽廣播 然後一邊有這個聲利聲的感覺 因為即便分威風球場再小 它也是可以農到3萬多人 所以3萬多人的歡呼聲跟叹息聲 其實都可以在我的客廳裡面 聽得一清二楚 有natural sound 我們一般說做新聞的現場音 對 有natural sound 我不需要program的sound 我有natural sound 那當然 在碰到一些講得太快 沒有辦法去理解的時候 我就回到我的臥房裡面 去看一下電視轉播 看看剛才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會奉勸各位 想要學英文的這些聽眾朋友們 聽職業運動或任何運動的轉播 其實對你的英文聽力 是非常有幫助的 超難 我跟你講 那些術語你要先搞清楚 其實我單方面認識你已經十多年了 因為以前我在職棒雜誌工作的時候 常常聽到前輩在講說 那個Boston稿子怎麼樣怎麼樣 原來傳說當中的Boston 就在這邊了 好 我們先來聊比賽 前兩場在紅話隊的比賽 其實結果一如預期 讓稻齊吃足了苦頭 現在二連勝 搞不好還回不到 再一次回到紅話主場 不一定會回來 你怎麼來看這前面兩場的比賽 除了開心之外 會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個勝負呢 其實我想討論這比賽的狀況 我可以從美聯冠軍賽來講 那從那段時間開始 我想紅話隊贏在兩個點 一個是總教練的調度 這個調度除了是他在整個換頭的時機方面 做得非常果決之外 那他在整個換人的一個調度上面 其實也做得相當好 那另外一個是選手在整個策略上面的一個執行 那當然這個紅話隊的打者 其實從年初一開始 他們在所謂的我們講play discipline上面 就是說選球的一個功力 其實都做得非常好 怎麼說呢有兩點來看 第一個他們會追打壞球的狀況非常的少 那第二個是碰到好球 或者是喜歡的球積極的進攻 這個其實是在今年球季一開始 那紅話隊的新任總教練Alex Cora 就希望選手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這個其實在整個球季的過程當中 其實紅話隊也都能夠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也才有108勝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在整個其他戰術的執行的部分 特別是在兩人出局之後得點圈有人的狀況之下 特別在世界大賽第一場跟第二場當中 其實紅話隊都能夠有很好的一個表現 所以在打擊的部分能夠串聯 當然這也要歸功於我們剛剛講的第一點 在整個選球的過程當中 是很有耐心的去等球 然後非常積極的去攻擊他們所設定的一個好球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我覺得是 今天紅話隊到目前為止表現很好的 兩個很主要的原因 展現了超高的效率 好那回到我們今天其實請BOSTON來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本人對於分威球場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好奇 特別是在比賽前很多人說 這個到棋要到主場到紅話主場去打 應該是非常辛苦 因為這個球場怎麼樣有什麼樣的特性等等 對我們來聊一聊這個球場 其實美國職棒各個主場各有特性 有些是打者天堂 有些是投手粉場等等不知道 來分威球場這兩場比賽看起來 我本來說剛才跟BOSTON講到說 好像對於比賽最後結果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到棋適應的還不錯 但是他馬上糾正我說沒有 其實還是有 其實特別在第一場的比賽當中 那我們曾經就是在士地大沙開賽之前 我們提到就是說 到棋這個分威球場的外野 將會是到棋隊的外野手很大的一個考驗 那有幾個因素在 第一個左外野的這個綠色怪物 綠色怪物非常有名 對一個非常短的這個外野的距離 但是非常高的一面牆 那另外它的中外野其實很深有420英尺 那當地又是一個三角形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常常叫它白木達三角 或者是一個死三角 那另外從左外野一路到中外野 我們看右外野的部分還有兩個特色 就是這個Fanway Park的牛棚 就是投手練習的地方 它的這個形狀其實是切近 到了外野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外野的部分 又再度造成一個棱角 那我們再往右邊看 到了這個右外野的全員島標杆的時候 那時候棱角不見了 但是卻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弧度 也就是說在右外野的全員島標杆 後面的這個全員島的矮牆 是很矮的牆沒有錯 我們坐下來的話大概比肩膀還要低 喔這麼矮啊 對但是它的這個牆的這個弧度 是一個很彎的一個弧度 所以我們從左外野看是 冷冷角角的一個場地 到右外野之後是一個很大的弧度 這個對於沒有守過這個區域的選手來講 他比較難去掌握說這個球 如果反彈到了全員島牆之後 他回來的狀況會是如何 大概要保持多大的多遠的距離 對沒錯 特別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在綠色怪物這邊更是明顯了 其實紅襪隊的左外野手就會知道 什麼時候這個球打他多高 他大概會打到牆的什麼部分 我大概是退在哪邊 等他下來就好 並自己加碼喔 對 其他的選手其實就沒有 那麼好的一個掌握度 特別是今年在西德大沙開始之前 那麼到齊隊所有的外野手 沒有一個人曾經在這個球場出賽過 所以這個也是在賽前我們提到 那這個對到齊隊的外野手來講 會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的一個原因 這就是主場優勢嘛 對 剛才其實波城有跟我講說 這個綠色怪物 好 我們從頭開始講 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這個綠色怪物很顯眼 但是它是怎麼來的 而且你知道嗎 之前它甚至還有一個坡度耶 對 沒錯 這個球場其實 對熟悉美國職棒的聽眾朋友來講 應該知道 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小球場 那它只能夠容納大概三萬多人而已 那為什麼會選這塊地 因為它市區嘛 對不對 當時的時候是大概地鐵站 已經差不多做好了 然後而且另外還有這個街車 就Sweetcar的部分也會有 那所以交通還算方便 當時它還不算是在波士頓的市中心 一開始的時候 對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現在慢慢發展出來 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因為波士頓其實地也很多 那就是因為當時紅花隊的老闆 然後叫Mr.Taylor 他們家有一個房地產公司 房地產公司 叫做Fenway地產公司 那為什麼是叫Fenway 這其實可以聊一下 就是那一塊地其實是 早期在美國當中 非常有名的一塊都市計畫的一塊地 就是說波士頓在整個成立的過程當中 這個城市的建立的過程當中 在那邊有一整塊地 就是一個長條形的這個地方 做成的全部都是公園跟花園 所以在波士頓當地把這塊 很長的一塊這個綠地 叫做翡翠項鏈 就是它如果從空中看的話 這像項鏈一樣的一塊 長條的一塊地 全部都是綠色的 因為裡面有花園 還有這個俯瞰應該很漂亮 對 還有 除了有花園之外 有公園還有菜園 我要記得 對 所以整塊地這樣過來 是很漂亮的 但是在那個時間 在那個時期 旁邊並沒有什麼房地產的開發 但是那個時候那塊地 是屬於這個分威地產公司的 紅毛隊過去是在一個叫做 Huntington Avenue Ground的地方 來進行比賽 那前面的合約大概走了7年吧 那新老闆覺得說 我不想在這邊繼續打了 我想要一個新的球場 那就從自己的旗下 可以控制這塊地來處理會比較快 那而且當時就把這個地方取名 叫做分威Park 其實這個歷史上面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記者問到這個老闆說 那你要在這邊蓋一個新球場 那這個新球場要叫什麼名字 那他就說這個地方不就在分威嗎 那就叫分威Park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當時分威這個名稱 其實只有這個分威地產公司 才來使用的 所以他把這個球場叫做分威Park之後 也相對的去提升了 他這個地產公司的知名度 達到了宣傳的效果 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分威Park是在分威地產公司 旗下的等等的這些狀況 所以就讓他們有更好的一個效果 那那塊地其實 我們現在覺得說它的形狀很奇怪 特別是在佐外野的部分 為什麼這麼短 那原因是因為當時在 佐外野的這個牆外面 其實就是一條鐵路 從波斯文通道 紐約州的一條鐵路 那現在還在 還加了一條高速公路 所以在沒有辦法把 佐外野的這個距離 拉長的情況之下 他們只好把這個牆給拉高 那讓這個打者不要那麼容易 就打出全壘打 而且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這個牆的下面 並不是平的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它其實是有一個坡度 所以紅襪 任何在這邊出賽的 左外野手 在要去追這個打出 打到左外方向的球的時候 其實要非常小心 你跑著跑著 你要上坡 你要記得前面有坡 要開始跑 對 跑坡度 當時紅襪隊非常有名的一個 左外野手叫Duffy Lewis 那就說到說 你要怎麼樣來接這個球 你看到球被打出來的時候 你只能看一眼 你看一眼之後 你就要決定說 這個球大概會到什麼地方 那你要往什麼樣的方向跑 接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注意到那個坡度 什麼時候會到你的腳上來 超妙的 如果你當時沒有辦法能夠 去掌握到它的 飛行的一個點的話 然後你還一邊跑 一邊看地上一邊看天上的時候 你絕對會跌倒 這應該很多折損很多的外野手吧 對 沒有錯 其實特別是這個 課隊的外野手 其實常常沒有辦法 能夠把這個球接好 那所以就形成很多這種 這其實也不能算場地安打 那是因為場地因素 而導致的安打 對 那後來這個東西已經改變了 對 後來就把它弄平了 對 那其實這個球場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現在很多球場的一個 建造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政府出一部分的錢 球團出一部分的錢 很多時候甚至是政府 出了大部分的錢 然後球團再來 沉住這個球場 但是當時 洪澳隊要蓋這個新球場的時候 這個老闆覺得 第一個 我不想要去借錢蓋球場 我不要因為蓋這個球場 而來負債 第二個 我也不想要讓波士頓市政府 或者是 甚至麻州州政府 進來要幫忙出這個錢 這樣我這樣還會受制於 公部門的一些 我沒有自主權 我還有部分 要聽你的 對 沒錯 結果他後來就很聰明 他其實當時是 把洪澳隊的股份 賣出去一半 之後呢 然後拿到這個錢 所以他等於是 然後來蓋這個球場 所以他等於是 用自己的資金 蓋這個球場之後 等球場整個落成以後 他是這個球場的所有人 然後他是 洪澳隊一半的股東 所以他變成說 對於球隊來講 又是向他承租 所以他其實這個球場 一直到後來 現在其實大聯盟 球隊當中 應該 應該只有一兩個球場 是完全是 這個私利 私有的資金 所造 所建造的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 好有商業頭腦喔他 對 所以當時的一個做法 讓他們到後來 其實這塊地 一直都沒有辦法被動 因為這個就是 他們的私有地 就是 就算是公部門 想要利用這塊地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球場 基本上他是對打者 比較有利對不對 因為你守備困難嗎 容易產生安打 對而且是在整個 當然這個選手們要能夠 懂得如何去攻擊 左外野方面這塊 那其實能夠打到 這個牆上面來講 那至少都是安打 但是有的時候也會變成說 或許啊你打一個方向 如果比較遠的話 那在大的球場裡面 這個球可能會落地形成 也是比較遠的安打 但是因為這個球呢 打到左外野之後 他一定會彈回來 所以很多時候 你雖然打得很高 雖然打得很遠 但他如果沒有能夠 比牆還高的話 那你頂多只能夠 跑到一雷而已 而且增加手臂的機會 對不對 因為他不會飛出去 那另外我看 他說他的這個 在中外野的地方 有一個屏幕 這個東西 是不是會影響到比賽呢 基本上來講 會影響到比賽的這個屏幕 在比賽的時候就會要關掉了 當然其實在這個球場 比較特別的是 他中外野的一個 有一區的這個座椅 在白天的比賽的時候 他會用黑布把它蓋起來 因為那個座椅剛好是在 正中外也最深的地方 那當然打者在打擊的時候 那如果那塊沒有被蓋起來的話 在白天的比賽裡面 他會看到觀眾的這個身影在晃動 會影響到他打擊的視線 對 會影響到他視線 所以在這塊座椅 大概也有幾百個位置吧 白天的時候的比賽 要用黑布蓋起來 不能夠賣 這也是有考量到 我們打者的這個權益對不對 好 在氛圍球場 因為在這麼多年 你說一百年了嗎 什麼都在進步 這座球場為什麼 不會有更科技 或者是說像你看旁邊養鸡 好了 人家多麼氣派啊 球迷不希望這樣嗎 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 紅花隊曾經提出來一個 蓋新的氛圍球場的一個案子 那當時的老闆跟現在老闆 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那當時那個案子 其實是把原來有的這個氛圍球場 附近的一塊地 其實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拿來蓋新的球場 那所有的尺寸啊 跟它的設計都造原來的球場 然後比照辦理嗎 比照辦理 當然但是座位會變得更多 然後座位會變得更寬 其實氛圍球場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座位真的很窄 我之前看過一個外店說 因為還有球迷 因此奮而受身成功 因為我就是要坐進去這樣子 真的是很有毅力喔 我就是硬把自己擠進去就好了 對對對 那很多椅子啊 都是還是木頭做的 那當然以前早期的 像在1910年代 20年代 那時候很多美國資本的球場 因為都是木造的 常常失火 那那個時候也曾經造成 就是說很多保險公司 就聚保這些球場 那當然氛圍球場在蓋的時候 已經是有混凝土的建築出來 外面是磚 那當然裡面的一些椅子設備 還是木頭的 它在應該是40年代 也曾經有過一次大火 在1999年的時候 那次的這個提案 其實最後不了了之了 那時候提出來的案子 其實也就是說 一半要政府幫忙 大概3億美金左右 那球隊自己再出3億美金 所以加起來是6億美金 左右的一個案子 最後沒有能夠成功 那其實也很可惜 但是我覺得 對洪澳隊的球迷來講 這個老球場 其實就是最好的一個球場 有很多 在換了新的老闆之後 他們有慢慢想一些方法 來增加這個 門票的一個收入 比如說在綠色怪物的牆上面 有坐了好幾排的位置 這以前是根本沒有人 能夠坐上去的 特別貴對不對 對特別貴 而且還不是很容易買得到 那慢慢的再做一些改進 但是礙於它的地就是這麼小 而且我們知道它左外 也其實不能夠往外蓋 因為左外牆 這個綠色怪物的牆外面 就是一條小馬路 小馬路旁邊是一個小停車場 小停車旁邊就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旁邊就是鐵路 不能動不能動 對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在那個地方多加一些位置 所以其實在座位的部分要增加 其實還是有困難 但是我想對於紅襪隊的球迷來講也好 或者是對很多喜歡棒球的這些觀眾朋友 或聽說朋友來講 那有這麼樣一個非常 具有歷史性的一個球場 其實是讓大家覺得很懷念 就是我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特別對美國自己的球迷來講 很多時候是爺爺帶著爸爸 爸爸帶著小孩來看比賽 這個位置是我爸坐過的 或是這個位置是我爺爺帶我來看 第一場比賽是我們坐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給 所謂在美國很喬調的這種棒球 是世代傳承的這種觀念裡面來講 有這麼樣一個老球場其實也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看不到波士頓臉上的那個表情 那是一種紅襪球迷的驕傲 再講到這座球場有多少的傳統 即便他很小很老舊 但是沒有關係 又老又舊 現在流行這句話 但是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的光榮對不對 OK好 那我要請教波士頓 因為我們時間快到了 如果說現在你可以來決定的話 你希望今年再打回主場去封網嗎 當然希望 當然希望在主場裡面 讓榮耀跟所有的紅襪隊球迷 一起來分享 我們不要再到齊球場直接結束 雖然說今年的季后賽當中 很多晉級的球隊 都是在課場裡面晉級 在別人家裡面踢館 但是世界大賽就是 最後一個系列賽 讓我們回家封網 好有霸氣 我們不怕多打一場沒關係 還是會贏 OK好 我們也祝波士頓紅襪隊球迷 心想事成 不過當然如果你是 送機旁邊到齊球迷的話 先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是貴客 我們要祝他 紅襪隊最後如願封網 而且要在自己家裡封網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芬威球場的這個風貌 漂亮的芬威球場 好非常謝謝這個FastTV台 也是世界棒壘球總會亞洲特派員 王芸慶到現場 謝謝波士頓 謝謝 謝謝 謝謝